很多人都觉得撑过921大地震的房子就不太有危险 但真的是这样吗 赶快把时间交给盛开 好真的不要以为撑过一次921 那这一次又撑过一次403的地震 就代表安全无鱼 建筑技师工会特别点出 建筑物的混凝土结构受到风化跟脆化的影响 它会让建筑物的抗震能力逐年下降 我们带你看到这个地图 这里的颜色越深跟越浅 就代表各县市屋龄30年以上的建筑物 它的比例是高还是低 其中你可能会发现非常的惊讶 首都台北您看到它是非常深的酒红色 它居然是全台湾最老的城市 30年以上的老房子占了整座城市的7成以上 那如果跟旁边的新北市或基隆市 相较之下你就会发现 哇台北市的颜色真的非常的深 那旁边的新北市颜色浅非常多 新北市30年以上的老屋比例只有48% 而另外六都里面最年轻的城市就是台中跟桃园 它的比例大概只有4成左右 另外除了台北非常的老之外 像是嘉义县 还有这一次灾情最惨的花莲县 它们其实也都蛮老的 每10栋的建筑物只有超过6栋 就是老房子 另外我们看完除了屋龄之外 你同样要参考到你的环境的脆弱程度 今年有一个名词在日本能登半岛强震发生的时候 被高度讨论 叫做土壤液化 也就是当你的土壤若是属于沙子土壤 沙子的沙 当它发生强震摇晃之后 这些沙子很有可能会浮在地下水面 导致你的土壤它的存在力就不够 这样子就非常容易发生建筑下限或是倾斜 所以如果我们把刚刚看到的老屋地图 加上土壤液化的潜在区 一比对之后 你会发现 从台中到屏东这个沿海地带 其实算是风险比较高的 这里的老房子 不只要注意它的屋龄会耗损 建筑物的抗震力 还要小心是不是会发生土壤液化 导致它的房屋倾斜或是倒塌 而如果我们把近几年在强震中 倒塌的大楼比对之后 您就会发现一个共同点 包含像是这一次花莲的天王星大楼 还有2018年2月倒塌的 云门翠鼎大楼跟统帅大饭店 或者是更早之前的围观大楼 您都会发现 它们的建筑物都是呈现一个 三角形的建筑 那你可以想象一下 一般的建筑物它是长方形的 基本上就会有四面的墙 来承载上面的建筑物 但是这一种三角形的建筑 它已经扫了一面墙 它天生的承载力道本来就比较低 再加上三角形建筑物它的一楼 这一种三角窗非常适合来做生意 所以很多的店家都会想来租 有时候就会把它一些结构拆掉 变成落地窗 所以这样子无形之中 就会减损这种三角形建筑的承载力 这样的状况呢 很有可能就会在地震的时候 发生软角效应 也就是大楼的一楼 它的支撑力不够 撑不住之后 就很有可能发生倒塌意外 所以在地震过后呢 你最好检查一下你的房子 可以先看一下 大楼的外观是不是有明显的歪斜 或者是有一些裂缝 甚至是钢筋裸露的状况 另外呢包含你的停车场 楼梯间或是社区大厅 当然也包含你家里面的梁柱 都要检查一下 是不是出现了裂缝 尤其像是这种斜着的裂缝 或者是斜45度的裂缝 它是最危险的 如果出现45度的裂缝 恐怕对吧 你的建筑物结构已经受到影响 未来如果又碰到比较大的地震 这个裂缝会越来越大 接着你的梁柱很有可能直接断裂 所以如果发现家里有这样的状况 要赶紧请结构继续来检查一下 希望呢大家都可以住得比较安心一点 关于这一次规模7.2大地震的最新消息 请持续锁定稍后1800的晚间新闻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静好新闻